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難忘初相遇 你隱隱消雨 眉目流轉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依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的永远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心 就求你知道 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 一生为你沉迷 把心交给你 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心 就算苦河头已注定 刹满目光交进 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等下去 我愿意 刹满目交进一生 你都被太父亲修了 还不赶快离开亲王府 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这么多年 也辛苦你了 我是辛苦 不过为了我的孩子 也为了我自己 再辛苦都要继续下去 对不起 你来这里 就只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吗 同位女人 同位女人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因为我心里很苦 我只是想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你是对不起我 你抢走了静萱的心 要不是因为你 我和静萱 肯定能成为一对幸福的福气 我爱静萱 为了能让她回心转意 身为大福尽的我 就算是受委屈 也要包容她对你所有的谈护 而且还不能有一丝的怨言 六年多了 我的一番苦心 得到什么回报呢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这全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静萱怎么会对我这样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她心里只有你 我都不知道是该恨你 还是恨我自己 如果早知道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说什么我也不会变成 今天这样可悲的样子 我无意造成你悲伤的感觉 对不起 我走了 等等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也是真的爱静萱吗 不要说什么 不然 我悲伤的脑袋 你还准开心 要死吗 fera 他也能不然 他会是不死吗 他就死了 你可能有个殷尔 我 他可不许可 鹅娘 你还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我早就会自己吐鱼刺了 你啊 就算长到了八十岁 在鹅娘心里啊 你还是个小孩 那好 到允课八十岁的时候 鹅娘也要陪在允课 在允课身边 给允课挑一次 又说啥话了 鹅娘哪能活那么长啊 鹅娘不在允课身边 允课一样会很幸福的 不 鹅娘一定会长命百岁 一直陪在允课身边 快吃 允课 在鹅娘心里 允课是最坚强的孩子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允课都不会害怕 对不对 对 允课是鹅娘的骄傲 鹅娘觉得 允课是最了不起的人 嗯 我不会让鹅娘失望的 快吃 好吃吗 嗯 吃饱了 就吃饱了 允课少爷 饭已经吃完了 咱们该回房做功课了 鹅娘 今天我想和你一起睡 允课 你现在长大了 不能再缠着鹅娘了 知道吗 嗯 嗯 鹅娘 那我先回房读书了 去吧 允课 下来 你太多了 快了 花儿 快了 哐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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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了 你可一辈子都要平平安安的 谢谢额娘 玉可 你一定要记住 额娘是爱你的 我也爱额娘 去吧 小翠 怎么了 哥哥 玉可有你照顾 我就放心了 哥哥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小主子的 去吧 妈 妈 伤痕 欢笑的背后 是残忍 情字的两端 爱与恨 时光耗尽了缘分 只想关上心门 也许是天意 作弄人 我们都逃不开 聚散离分 为爱憔悴 了灵魂 依然认真 就算最后只剩 截然一生 对你无怨无悔 爱得太深 挥手苍茂的一生 只爱你一人 是 是 够乱 是 是 我 从今天开始 金轩哥哥 就是我的专属贴身护卫 美丽 我给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 争取平息 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品级而已 让允克成为嫡子 又不影响素银母子的地位 就是你一再地纵容他 他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走开 额娘 你要打是吧 你先打我好了 额娘 弟弟骂我是野种 我打他有错吗 别打我额娘 是云柯对不起额娘 云柯没有 保护不了额娘 我知道 你为我们母子做了很多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 金轩哥哥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嫁给你 你不要下去 年轩哥哥 你自己讲 行官 三十三 我自己讲 我自己讲 她是谁 我自己讲 你嗅好自己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怕烧伤 不怕沧桑 只怕你的是心肠 这坛素兵太过荒唐 深情都盼来潮潮 爱恨纠缠 空空振扎 到最后 光芒一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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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和允克一辈子都以我而蒙凶 所以我只能以死明知 向世人证明我的亲伴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你和允克来说 这是个残忍的方式 但是除了这样 我还能有什么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一切呢 不要管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啊 啊 锦萱哥哥 别再为我哭泣了 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也能善待宋盈母子 你对我的深情 今生无缘回报 但愿来世再许 美丽举 驾 美丽 你一定要等等我 哥哥 哥哥 美丽 你怎么这么傻呀 可怕的妖艳 居然 活生生地把你给害死了 这 就是您要的结果吗 臣妾知道错了 姑母飙草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美丽的清白呢 允克长得跟表哥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还假得了吗 老实说 我也恨过美丽 可是我从来不曾怀疑她跟永和之间的清白 而且我还亲耳听到我婆婆 问美丽关于允克的事情 美丽的个性 你们还不清楚吗 如果她跟永和之间有什么 她死也不会嫁给表哥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她呢 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她呢 老祖宗 臣妾糊涂 臣妾知罪 臣妾知到错 现在懊悔又有什么用 咱也换不回美丽了 你听着 静萱和美丽这一辈子爱得太苦太迟 一定要等静萱回来 送她最后一程 以免她遗憾终生 不理想她 到时候帮她 一样 要帮她 不理想她 一顿让她有什么用 soci果 不理想她 宗主 他没什么用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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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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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憐的孩子 老祖宗 我娘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额娘没有不要我 她怎么做 都是为了你呀 为了我 芸哥只想要额娘 为了我 额娘就应该留下来啊 你额娘给我平安预配的时候说 要我一辈子平平安 额娘不在了 芸哥还怎么会平安 老祖宗 你叫我额娘回来吧 老祖宗 你叫我额娘回来吧 娘 美丽啊 你可曾看见孩子的伤痛 你怎么忍心 撒手而去呢 芸哥 芸哥 妳要永远记住 妳有世上最好的额娘 不到 哥哥 你说尹克贝勒 你我照顾 您就放心了 小翠好生愚昧 居然没听出 您话中的意思 要是我能明白您的话 小翠说什么 也不会让您走 哥哥 尹克贝勒还这么小 您怎么 您怎么就忍心 忍心走了 哥哥 你一个人走了 看你很孤单 我真的很想陪你一块走 可是 可是 鱼哥贝勒怎么办呢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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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哥哥 你 哥哥 你 你 你 好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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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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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爸爸 妈妈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我 爸爸 美丽 我欠你的 太多太多了 我经历太多太多了 可是 你要活着 你要活着我才能还你的妹 你为什么那么傻 美丽 就算你舍得想我 云克怎么办 你说话呀 云克怎么办 不是跟你说了吗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你就这么做了 我们怎么办 妈 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 我要和娘 也要 妈 我相信没有了 妈不要再离开我 别哭了 云克 阿嬷不会离开你的 别哭了 云克 阿嬷不会离开你的 老爷 请慢用 美丽这一死啊 一身 我提醒你 你这一天 过来 也是 是宿营逼死了美梨啊 是太福尽要修了美梨 管宿营何事 可是 是宿营找何大夫来的呀 这一次一样不能受人一病 好 老祖宗吉下 美丽见过老祖宗 老祖宗 美丽恳请老祖宗 让美丽削发维尼 平息所有的一切 一切以来 您都是美丽和宇克的依靠 现在 宇克的将来 又要劳烦您了 一切以来 如果我照顾了美梨 到底是爱她 还是害她呢 纵紫棠 唐葫芦 这代表 你希望我守住我们爱的约定 美丽 你安心去吧 我约你遇见清晰 为你一生重情 就像你知道我真心 这那梦 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你身边 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那心交给你 云克 是你留下来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 我知道 你一定能听到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知道 你依然还在 就算等相聚 就算等相聚 你没听到太附近的话吗 端下去 是 你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是要把美丽的死 怪在我头上吗 难道我不该怪你吗 从我去美丽禁门 你就心生不满 美丽怀孕了 几次意外 我都曾问过你 你都说与你没有关系 好 我相信你 相信你本性善良 没有深究 可是你今日 变得变本加厉 若不是你苦苦相逼 找来何大夫作证 美丽何至于走上绝路 你可以怀疑我 但你不可以冤枉我 我就是不想让美丽受冤枉 所以才找何大夫来受个明白 我怎么知道何大夫会弄错 我为了你和秦王府的声誉 一片苦心求证 我做错什么了 如果当初你没有怀疑 你又何必去演血情关系 那是我跟美丽之间的事情 与你没有关系 你就是一个处心积虑 不不为营 狠毒的女人 你 你说我是个狠毒的女人 你竟然如此诬蔑我 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一忍再忍 委屈求全 我得到什么了 在你的心里只有美丽 没有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让我去死好了 好了好了 锦轩 大错已经铸成 云阁 已经失去额娘 不要让云爵 再失去额娘了 我 云爵 我的孩子 你怎么那么可怜 你怎么和额娘一样命苦 额娘对不起你 我 儿子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那么可怜 我去过大县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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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额娘错了 额娘真的对不起你 额娘错了 额娘真的错了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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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这次我从关外调回京市 竟是为美梨送行 这么多年来 看着你们两个 爱得那么辛苦 那么浓烈 如今美梨竟然为了爱 走上了绝路 对不起 诚意 我没有照顾好美丽 都是我的错 我不怪你 我知道 失去美丽 你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痛苦 我只是觉得 我希望 苏莹以后能好好地善待她 经过这件事情 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我会亲自抚养我和美丽的儿子 允克是美丽最大的结果 我要好好地照顾她 以告慰美丽的在天之灵 我会亲自抚养我和美丽的儿子 允克是美丽最大的结果 深究起来 美丽死 还受我的责任 锦萱 切莫再责怪自己 你对美丽做的一切 她都已经感受到了 否则她绝对不会为了你 和允克牺牲自己 这是她对你们父子最深的爱 你为了美丽 你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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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坚强地站起来 然后再开б consecut 这一天 虽然你虽然你 抛却成缘 却放不下你的心 你的依恋 时时迷迷 岁月变迁 转眼成 红尘远去 换了容颜 爱在天地间 啊今生 起 来世 愿 心花净土 一片 啊来世 是愿 尽可见 轻易在山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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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